TF Boys 更好的充电 也给自己一些动力 一阳千玺决定暂别娱乐圈 对于这样的决定 小编觉得实在让人佩服 毕竟在最火的时候 为了学业暂别娱乐圈 实在很需要勇气 也许对于一阳千玺而言 高考只有一次 而进行娱乐圈的机会 却还有吧 对于这样的一阳千玺 粉丝们也是纷纷表示 绝对不离不弃 更何况这样正面的暂别 给同龄的粉丝们 树立了这么好的形象 有网友表示 有点沮丧 但是也学为重 千玺加油 还有网友说 千纸鹤会一直支持你 等你回来洗吧 其实都是暖暖的 享受温暖午后时光 最近刘诗诗登上 红秀杂志的封面 杂志形容她 一头萨爽短发 状态好到发光 大片在意大利的海滩拍摄 诗诗并非独自工作 她的丈夫吴启隆 一直陪伴在身边 秤不离驼 就像他们那些 机场牵手照一样 不是表演给大家看 而是日常本就如此 刘诗诗这几个月 她跟老公到处飞 回台湾潜水 到英国陪吴吴启隆进修 而这次的意大利拍摄 诚然是相互陪伴 休息期间 刘诗诗不让自己看任何剧本 因为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 她就会忍不住接戏 说好了休息就得休息 为了不让自己动摇 她干脆什么都不看 悠然自得 拍摄期间 吴启隆时不时 拿出冰淇淋或者饮料 默默用眼神询问妻子 是否吃喝 一旦对方点头 她就一个肩步冲上前头位 简直就是 把妻子当女儿一样冲上